《教会圣事》 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三十四课 我们接着上一次的教会圣事 七件圣事接着往下讲 今天我们在这一课里面 一共也会讲接下来的三件圣事 第一个我们讲坚振圣事 这一件圣事有的时候也称为浮游 坚振圣事或浮游圣事 接下来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感恩圣事 有的时候也称为圣体圣事 然后今天的第三小节我们讲忏悔圣事 这一课我们就要讲三件圣事 首先我们先讲第一小节 第一小节是坚振圣事 我们知道教会所做的所有的圣事 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源头 最初从最早的基督徒 他们如何来表达信仰呢? 从这个地方传下来 我们先看在马尔谷福音里面 有这一段 就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这一段是在马尔谷福音的第一章 第九到第十节 他说在那些日子里 耶稣由加里勒亚来 在约旦河受了若汉的洗 在约旦河受了若汉的洗 他刚从水里上来 刚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上面 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上面 从这一小段的话里面 我们看到说当时耶稣在约旦河领洗 他领完洗以后 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看到圣神降在上面 因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领了洗的人 应父及子及圣人 然后我们今天是通过父手 给心领了洗的人 父手 父手表示以某一种方式 使圣神临在于刚领洗的这些人身上 这个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记载 这里要讲到的是在《宗徒大事录》第九章里面 其中讲到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扫禄 扫禄当时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 他从耶路撒冷往大马士革去 结果在这个路上复活的主耶稣就显现给他 显现给他招教他 当时他在当时圣经的记载上 看到有光从天上照下来 然后他就摔倒在地上 他爬起来以后他的眼睛就看不见 其他人就领着他的手 把他带去大马士革 然后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 在第九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 有一个叫阿拉尼亚的门徒 这个门徒听到主耶稣就给他启示了 让他往一个叫直接的地方去 让他去给一个叫扫禄的人给他祈祷 我们就看圣经里面第十七节这样讲 他说阿拉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给他副手 然后他说扫禄兄弟 在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 打发我来叫你看见 下面一句叫你充满圣神 叫你充满圣神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 在圣经里面记载到这个 当这个门徒阿拉尼亚给扫禄副手 给他副手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 然后让他充满圣神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 在圣经里面还是有记载 在《宗徒大事录》的十九章里面 当时有一个事情说 当时是在这个叫恶佛所这个地方 说圣保禄他们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以后他遇到了一些门徒 遇到一些门徒以后 就问到他们说 你们领受圣神了吗? 这些门徒不知道 没有听说过还有圣神的事 保禄后来就问他们说 你们领的是什么喜? 他说我们领的是若翰的喜 后来保禄就跟他们讲了 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 接下来这些门徒就领了喜 领了喜之后 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一句 他说他们因主耶稣之名领了喜 领了喜之后保禄给他们复首 前面是阿南尼亚给保禄复首 让他领受圣神 现在是保禄给他们复首 给这些新领喜的门徒复首 前面讲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 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讲各种语言也讲先知话 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领喜的时候 有圣神停在上面 然后我们看到圣保禄当时来到大马 是个看不见 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叫阿南尼亚 来给他复首 是他充满圣神 然后圣保禄给其他的门徒领了喜以后 给他们复首 由这个我们就看到教会认出来说 这个是一件圣事 我们看在教理的一千二百八十八小节里面 教育里面是这样讲的 说从那个时候起 宗徒为了完成基督的意愿 宗徒们为了完成基督的意愿 是谁的意愿? 是耶稣基督的意愿 借着复首把圣神的恩赐传给新受洗的人 使受洗的恩宠达到圆满 因此在《至西伯来人书》中 把复首礼连同洗礼的道理 都列入培育基督徒的基本教材中 天主教的传统理所当然地承认 复首是坚振圣事的始源 此圣事以某种方式 十五行节圣神降临的恩宠 在教会内绵延不断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说 这是谁的意愿? 我们执行这个圣事 是基督的意愿 什么人来执行这个圣事? 是宗徒开始执行这个圣事 这个圣事使得我们心灵洗的人 和当时圣神降临的时候的五行节 以某一种方式开始连接起来 因为圣神倾注在我们身上 我们再看这个坚振圣事 这个是从宗徒时代传给我们的 象征赐予圣神的一个动作 叫做复首 还有第二个除了复首以外 在领受坚振的额上 要服以圣化的圣游 在他们的额上涂圣游 这个教理里面讲的这一段也非常的美好 讲到圣游的意思 他说接受了富游的基督徒 能够更加圆满地分享耶稣基督的使命 这个跟一个使命连在一起 充满圣神的富饶 充满圣神的富饶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领受圣神 实际上这个时候圣神会给我们很多属神的恩宠、德能 充满圣神的富饶 使他们的生命更能算发出基督的倾向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算发着基督的倾向 这个是圣神所赐予我们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 一个是复首 一个是圣化的圣游 这个圣游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每一年的时候 在一个教区里面都有祝圣圣游的很大的礼仪 在弥撒当中专门祝圣游 像在多伦多教区的话 我们书籍主教每一年 差不多是在复活节前的时候 会举行很重大的礼仪祝圣这些圣游 每年差不多都有几百位的神父之士 一起参加祝圣圣游这个仪式 接下来我们看是什么人可以领受兼赠圣事呢? 凡是受过喜已经领过喜的人 还没有接受兼赠圣事的人都可以接受兼赠圣事 第二个说谁实行这一个圣事呢? 谁给你付手给你付油呢? 是主教 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之下 主教会把委托给某一位神父来实行兼赠圣事 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之下一定是主教来实行兼赠圣事 这个是第二个 我们知道主教来实行这个圣事也代表的是 我们整个信仰大家庭的共荣 接下来要讲到什么时候领受兼赠圣事? 对于成人来讲 我们领洗的时候 领完洗以后马上就会领受兼赠圣事 所以对成人来讲 我们领洗的时候我们也讲入门三圣事 入门三见圣事 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成为一个教友的三见圣事 一个接一个 如果我们很多人是在复活节的子业弥法里领洗的话 就在这同一个弥撒当中我们一起受洗 接下来实行兼赠 接下来领受圣体 所以这三见圣事是一起领受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对成人来讲是这样 对于孩子来说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 生下来没有多久我们就给孩子领洗了 领受的是什么呢? 领受的是圣喜圣事 这个出生以后就可以 那兼赠圣事什么时候领受? 对于孩子来讲的话 教会的说法是说 在孩子能够长到能够辨别是非的年龄 能够辨别是非、辨别好坏的 这样的年龄给孩子接受兼赠圣事 现在在我们这里在加拿大的做法 差不多是在七年级的时候 应该是在十三岁的时候 这个不光是基督徒 包括犹太教他们也有成人礼 这个孩子到了 女孩子是十二岁 男孩子是十三岁 他们有真正的像成人礼一样 过了这个年龄以后 他们要遵守天主的诫命 所以这些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孩子从小领了喜了 现在差不多是在十三岁的时候 他们领受兼赠圣事 这个时候他们领受圣神所给予的那些恩宠 那些德能能够完完全全去度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负起一个责任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辨别是非的年龄 这个我们就讲到什么时候领受圣事 最后留给大家的这一句话 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 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圣经这样讲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 因为祂给我服了油 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忙者宣告复明 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是 耶稣当时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祂要开始向人们传布福音的时候 祂来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拿起经卷 祂所读的这一段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话 当我们领受的坚信以后 有了圣神所给予我们的德能与使命以后 这个话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也今天领受坚信 我们也领了天主的富有 我们也被派遣去传布福音 好,关于这个坚信的圣事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